哦很有力耶 所以生蒙海鮮就這樣子 我們想到中國大陸案6月13號去鑑停台灣的酒瓣金口 我就是6月16號在農曆局長李建武北斗哈來到學家 飼酒瓣的青年農民貴准委的養食長來替他鼓勵 我們的生魚大隻魚來鑑全國5%的民族 不然我們台南最主要是養的材料 養的大隻之後我們到高雄賓都要養大隻魚去外鮮 所以對台灣整個酒瓣的材料也是一定盛大影響 我想台南市政府我們韋澤市長很關心我們的酒瓣這個商業 我們也會將中央漁業市政策相關的經費 幫助我們養魚材的業者 要養大隻魚的業者 來讓大家繼續提升我們的品質 我們不管是來銷、外銷都有更好的心情 我們特別一方面來給我們的青農 給我們石斑魚、魚農來鼓勵 那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政府能夠多幫忙 一方面拓展外銷的管道 一方面我們也要呼籲 其實台灣的石斑都是非常優質的 那如果說有針對哪一家特定的業者 他出品的或生產出來的石斑魚有意見 那就可以尋生產履歷去把它找出來 那如果說真的有藥檢未過關 那就處罰是處罰全台灣的石斑魚 這點也是非常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的 韋徹今天要請主來交流吃魚 那當然是用來為我們的照搬 為市民來大聲說話 這是什麼 魚骨 魚頭魚骨 對對對我們都會有這些相關的產品 那這個也是 對這也是剛才的肉跟那一模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話這樣單價是多少 這個的話我們的話 目前市售價是一台金1200 我跟消費者的話都800塊而已 800塊 對對對一台金800塊 800塊這也是 是 那我買一台金 謝謝 因為我喜歡吃那個 煎魚排 好 貴春日是農委會第三次的百大青龍 現代是在實來和室外 台幼是吃了一公圈 他沒有使用人好的油 而且有產銷履歷 消費者吃了安心 也為他自己建立了一倍 市長的客戶 台灣石斑魚 讚 台灣石斑魚 讚 台灣石斑魚 讚